凛冽的寒风 令人难以辨识出这片冰冷的土地 如果你生活在一亿年前的澳洲 你可能会实时穿着外套跟毛衣的呢 但是大约在2.2亿年前 这片冰窖般的土地 曾经是盘古大陆的一部分哦 这个超大陆融合了澳洲和南极洲 甚至包括了南美洲和非洲 科学家们发现 当澳洲决定与南极洲各分东西的时候 它单飞的速度大概跟你的指甲生长的速度相同 在那之前呢 地球只是一颗巨大的漂浮冰球 而太阳也不像今天这么的炎热 你正走在白厄纪早期的一条结冰的小径上 你寻觅着食物 但植物非常的少 由于缺乏阳光 所以除了苔藓 并没有任何可食用的植物来源 所以呢 想要找到一份像样的零食 简直就像撞到独角兽一样的困难 你埋伏在周围 发现了巨大的三只脚的脚印 通往一个看起来像是冰封森林的地方 你跟着这些脚印 但还是不知道这些脚印是谁的 你走到了一个死胡同 雪到你的膝盖 你发现自己被困住了 突然间 你听到了不远处传来的咆哮声 你向右看 看到了一只巨大的瘦角哑木恐龙向你走来 它几乎跟长颈鹿一样高 下巴上长着锋利的牙齿 呵 你也太倒霉了 这种恐龙是一种食肉动物 可能是史前食肉世界的顶级统治者 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至少15种其他的恐龙物种 包括了一种长7公尺的极地食肉恐龙 和一种可以轻易逃离其大体积配偶的小型食肉恐龙 随着那头长着大牙的野兽朝你而来 你拼命地试图穿过那层厚厚的积雪 好在有些树木挡住让它慢了下来 没法那么快 你设法找到了一个不错的行动方式 将腿抬到腰部以上 并及时让自己成功地继续前进 随着它离你越来越近 你穿过了雪地 在光秃秃的树木之间穿梭 你这次幸运地躲过一劫 但是它会回来找你的 植物和树叶的化石表明 在那个时代南极洲并不像今天这样寒冷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北部的阿拉斯加 不过呢 七千万到一亿年前的生活可不是那么舒服 霸王龙是公认的恐龙霸主 科学家们发现了来自蒙大拿和德州等干燥地区的骨骼和化石 但当他们在阿拉斯加发现霸王龙化石时 他们却惊讶不已 在北极地区竟然也有带脚恐龙 长颈恐龙和羽毛恐龙的化石 即使霸王龙是一种顶级掠食者 它的动作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快 但它的大小却是震撼的 可以让你拼命地拔腿狂奔哦 霸王龙最喜欢的食物是一种名叫爱德蒙顿龙的 像大象一般大的鸭嘴恐龙 它生活在寒冷的地区 这些生物的迁徙速度可能很慢 并且无法在恶劣的环境之中找到栖生之所 它们的下额表明它们是食草动物 所以无论它们走到哪里 都必须要能够找到一些绿色食物可供填富 它们也会持续地移动 因为它们只能慢慢地行动而无法奔跑 科学家们表示 它们走路的速度非常的慢 大约每小时只能走两公里 甚至连乌龟都可以跑得赢它们 如果你是身处在那个时代的恐龙 那么你得做出一生之中 最具有挑战性的决定之一 你要和父母住 还是要自己找个地方住 骗你的啦 真正的选择是 要留下来过冬还是要逃走 留在冰天雪地的环境中的恐龙 会煮起巢穴 然后一整年都待在那里 有些科学家们对于这些极地恐龙 究竟是温血动物还是冷血动物争论不休 哺乳动物跟鸟类有内部机制 可以保持它们的身体暖和 比如说透过肌肉和新陈代谢机制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冷的时候 身体会发抖的意思 爬行动物呢 则需要晒太阳 或者躺在有热量的环境中吸收热量 然后为自己充电 就像是你帮手机充电那样 只是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手机而已啦 你继续到处走动 想找点吃的 你的胃咕咕地叫着 你觉得自己越来越虚弱了 风吹了过来 扫了些雪到你的身上 幸好你穿了件厚外套 还有一些适当的裤袜 你累了 你得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但是在旷野里面 待在一个地方 无异于把自己当成自助餐 提供给任何掠食者享用啊 你偷偷地溜了出去 设法进入了一个小洞穴 来躲避即将到来的暴风雪 你生了一小堆火来取暖 但当你转身过后 却发现里面的洞继续往内延伸啊 于是你迅速做了个火把走了进去 科学家们说 有些恐龙在风暴期间可能会挖洞 以让自己生存下去 他们在欧洲南部发现了一些 类似于一亿年前 血居生物栖息地的结构 走了数个小时以后 你终于抵达了洞穴的另外一端 但这一次天气好多了 天空也很澄澈晴朗 你注意到有些小脚印通往河边 奇怪的是水面上没有冰 所以你用手迅速地捞了几口水喝 突然之间 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住你 你转过身来 看到一只长着羽毛 眼睛超大的大恐龙 它看起来和行动起来 都有点像迅猛龙 它直直地看着你 仿佛你就是它的零食 你慢慢地站起身来 你知道自己肯定是跑不过它的 所以你别无选择 只能与它正面相抗了 但接着附近突然出现了另一个影子 是一种名叫雷利诺龙鼠 能以双腿行走 尾巴很长的小型草食动物 它突然出现在河里 喝了一口水 之前那只食肉动物的注意力 便转移到它的身上 完全忘了你的存在 突然间 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 一只巨大的兽脚哑木恐龙 它从冰封森林后方冲了进来 追逐着它们 于是你趁机跑回洞穴 并尽量让自己不被发现 那个时候人类还不存在 要到700万年前 智人才从类人园中分化出来 并且在大约20万到30万年前 成为了一个完全独立的物种 尼安德塔人 也随着繁衍兴旺了起来 当智人在非洲生活 并发展兴盛的时候 尼安德塔人 则迁移到欧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 他们是第一批 生活在冰河时代的人类 科学家们声称 尼安德塔人 无法与智人竞争 于是便慢慢地消失了 同时呢 他们中间的某些人 则与智人互相融合 地球已经经历了 五次冰河期 冰河期强大到 足以永久地改变地球的物理结构 并且在一定的程度上 对地球环境造成影响 但其实呢 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 持续了260万年的冰河时代 只是呢 我们现在碰巧处于一个 持续了数万年的 温暖间隔期罢了 尼安德塔人比智人更矮更结实 他们具有更宽的鼻子和更大的头骨 根据科学家的说法 他们住在洞穴里 会使用石头和骨头 来制作衣服和工具 他们的下额上也有扁平的牙齿 可以用于咀嚼吃食 就跟智人一样 冰河时期对于智人在地球上的适应 和生存状况 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他们的洞穴里 他们画出了各种狩猎和采集的场景画面 他们是最早利用火的力量来取暖 保护照明和烹饪的人种 他们还使用了一种先进的缝纫系统 可以用骨针和动物皮 制作出后外套取暖 啊 那些美好的日子啊 是吧